你說中國 我要住台灣 台灣啊 那為什麼 你不想住在那邊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很好啊 最危險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有道理喔有道理 我覺得是蠻安全的地方 可是國際之間的話 我覺得他說的是 蠻對的 我們很幸福 很幸福 你看疫情這麼嚴重 我們國外都這樣子強盡 至少我們還能夠把持得住 我們還可以出來 在這樣兩方的說法 也有可能一觸即發 所以還是蠻危險的 那種資訊落差會 讓我與世界那個脫軌你知道嗎 我覺得超誇張的 而且是我觀察下來 真的是 廣度不一樣 台灣也很好啊 民主自由最重要 氣候方面啊 氣候啊 一些那個 環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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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適合都可以啊 舒服啦 對啊 我覺得我們台灣還蠻穩定的啊 因為穩定 那有這個防疫的功能 也 防疫的很好 治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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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出來就被搶了 還是幹嘛 被殺啊 對不對 治安很重要啊 就是人民福利啊 就是政府做好管理的工作 要平等就是不能讓人民受到任何一些不公平的勢力對待 如果是說過去的一種統治的話那種的那種的壓力那也是不對的 現在最主要是民主自由 美食吧 美食 哈哈哈哈 那麼奇怪一個 也適合養 對 就每個人 對對對 我想快樂過生活嘛 對不對 即便在疫情的肆虐下 多數台灣人還是認為台灣是安全的 那你覺得台灣是安全的嗎 歡迎告訴我們喔 為估計碼 買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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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買遞 買遞 買遞